随着汽车的普及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生活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具有双面性的 汽车的普及在方便人们生活的时候 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先不说修建公路造成的地面损害 汽车为期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每年冬季北京等大城市的雾霾天气 都是在给人类发出警告 国家对环境方面一直都是很重视 并且环境保护纳入了法规法律 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倡导绿色出行 据有关报道称 在202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国六排放标准 不过最新情况显示 在个别地区国六排放标准将提前实施 并且各一线城市已经纷纷响应号召 特别是广州地区已经确立在2019年1月 就开始正式实行国六排放标准 这样一来对当地的私家车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据现在已知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国六排放标准是非常严苛的 甚至还比过了以严苛著称的欧六排放标准 看来这次国家是下大力度要做好环境这件大事情了 保护绿色环境肯定是一件十分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是与此同时很多车主也表示担心 这项国六排放标准执行后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这种慌乱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当你国五排放标准一执行 国二汽车就直接宣布报废 在现在国六排放标准开始执行的话 是不是国三国四车型也面临着淘汰 同时油价是不是又进一步上升呢 首先国六标准开始实行的话 国三车型肯定会前途不大了 即使国家不直接给你报废 但是通过种种限制也会让你自行的放弃 而对于国四的车型来说 对其的影响肯定也不小 首先是年节肯定就很难通过 但是呢国五车型肯定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过这都是预测 最终情况还是等到实际实施了才知道 但是油价肯定会随之上涨 但对于还未买车的人来说 可能这还是一件好事 因为国六标准一实施 国五车型很有可能就会有大优惠